初夏的时候,想去卡拉郡看一场50公里的电影 拿着入场券,期待着天山脚下的故事 既然这场故事发生在天山下 那影片中的主角一定少不了雪山 从大夕阳吹来的暖风在这里停下 养育出一片又一片的花海 不论是在鲜花丛中漫步 还是在雪山下肆意奔跑 都是最美的长镜头 阳光与云朵是这片草原上最好的灯光石 太阳升起的12个小时从冬至西 把这片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沐浴了一遍 光与影的交错 是草原与阳光间最亲密的对话 电影中的航拍镜头一定得献给雪里云山 不是对她格外偏爱 是森林与草原的组合让初夏的伊犁更使我心动 看完满屏的花海 去森林中自由穿梭 周围的一切就像爱丽丝的花园那样梦幻 这一定是影片中的小高潮 如果要问谁是卡拉郡的主人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遍布草原的牛羊和手指长边的放牧人 五月和六月时间正好 从东卡拉郡出来刚好能与成群的牛羊打个照面 全景是爬上果子沟的金顶看到的 中景是环湖骑行时可能遇见的四季交替 静静是初夏湖边摇曳着花瓣的蔷薇和毛狼 特写还得送给赛利木湖湖水最传真的蓝 把镜头对准薰衣草 是电影人在表达浪漫 很幸运我在现场 有机会大口呼吸 感受这万亩花田独有的香气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得见见这场电影的布景师 他到底读过多少时 才能设计出这样美的画面 星空违背 草地坐床的夜晚 居然是超五星的体验 小伙伴们的嬉笑打闹 是户外人为这个剧本 增添的最欢乐的场面 来卡拉郡 拿着打拍板 做这场五十公里的电影导演